好的,今天开箱宝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上海王宝河酒店 这间酒店是有点年代了 不过整体来讲,感觉他们的房型都是标准型的 早期的设计方式 那这间酒店是比较靠近在南京东路步行街附近 只要步行两三分钟就可以抵达南京东路步行街 所以说这次自由行的行程呢 我跟那人就安排住宿在王宝河 现在所看的是第一间房 它的房型大概是这样 那进来之后呢 基本上就基本配备而已 也没什么特殊的 最大的特殊点就是它的窗景看出去 那因为我们住的楼层又比较高 在晚上可以看看这边的业绩 那同时呢,这间酒店呢 它大部分都是一些外国游客会来入住 那我们就在这边住了两晚 那同时会帮各位拍两间房间 这是第一间房间 那后续还有第二间房间的房型 大概也跟这间差不多 那基本上呢 只要睡得安稳 房间安静 住宿的隔壁不会很吵 就足以满足出外旅游的游客的心声 好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呢 稍微的把它拍一下 那现在看到的这间就是第二间 第二间的房型 那它一样的仅有 那比较特别可以看到三间套的两套 那也有看到一个开屏器在那边 那东方明珠被盖住了 房型跟刚刚那间的房型都差不多 只是这间的房间有比较小一点点 不过我们都很OK 它这两间房间都同样只有一个行李架而已 那另外一只行李架要怎么处理呢 以我常常自由行 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处理 那影片中不会拍出来 让各位知道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呢 最大的特别的地方就是 除了view以外 它还有一个吧台 那吧台呢 它会是隐藏式的冰箱 就在柜子 目前看到这个吧台 这个底下有一个拉门 可以推开就可以看到 那整个楼层呢 你可以看到电梯里面秀出来 它就是蛮高楼层的 那这是行李寄放的地方 行李寄放的地方 这些人呢 很亲切 那这是check-in的地方 check-in就是当我们搬入住手续的地方 那同时你可以跟他申请两张房卡 都很方便 好的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王宝盒的一个感觉 房间还有大堂的一个感觉 那再来就是 大家很想了解 它的早餐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用影片 我也不做解释的方式 要请各位慢慢的观赏 它的早餐 大致上的菜色是如何 那我们影片中都会秀出来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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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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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影片就拍到这样做一个结尾 希望你喜欢我介绍的王宝和这支影片 喜欢我的影片麻烦你就按赞 感谢小铃赞以及订阅 感谢小铃赞